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为的是热门 竟然跑去黑帮老大的秘密大葱养殖基地搞破坏 还顺便打包带走了很多大葱 说起这里的主人确实是个传奇人物 凭借智慧与手段狠辣 穷学生逆袭从贩卖开始 开展成为产销一条龙行业大佬 成功赢得利和鸣 他就是大葱教父迈克 此时他选择吉卢勇退 要把自己的地下养殖基地 肆意转手给富豪 准备与自己的老婆神仙眷侣顾安余生 虽然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 但还是走漏了消息 弗龙帮千言找上门来 也想收购这个一本万利的生意 迈克是个很讲原则的人 没有跟他谈下去的异想 虽然千言言语间充满了冒犯之意 已经自认为是绅士的迈克 也并没有发作 只是礼貌地送上了一个字 滚蛋 现在被这群瞎小伙子闹的媒体网站沸沸扬扬 估计是没人敢接手了 迈克找到一直对他关心有家权势显和的亨利勋爵 希望帮助他消除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影响 得知勋爵也有烦恼 叛逆的女儿与一帮隐君子混在一起 不肯回家 迈克立刻找到了手下老雷 嘱咐他一定要把孩子安全带回来 老雷找到了勋爵女儿 撕混的窝点 绅士的敲门却遭到无理待遇 只能换手下砸门 就当要带走勋爵女儿的时候 发生了争执 手下失手将一个年轻人推下了楼 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背景 却是非常的不一般 几个该溜子正在调戏个光头大叔 光头大叔也很无奈 毕竟大哥在楼上办正事 本想每个人给点钱打发了事 但是效果不佳 只好亮出腰间铁 可就在这时 几个该溜子欲试不慌 拿出手机就想先发个朋友圈 从楼上下来的老雷 马上命令手下没守他们的手机 该溜子撒腿就跑 老雷是累得不行 终于把其中一个追到了对方众多同伙那里 面对一群口吐芬芳的小混混 老雷是有身份的人 拿出一打钞票 要买下该溜子的手机 该溜子觉得 自己人数上有完胜的优势 要老雷把钱留下 手机不可能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方式与他们相处 换来的却是误解 一阵枪声响起 众人都四散逃取 该溜子马上对现场的形势变化 进行了一下分析 明智地交出了手机 老雷原本只是帮助勋爵找回叛逆期的女儿 没想到还弄出了人命 更麻烦的是 一切都被无赖记者查理全程拍摄了下来 老雷把孩子送回到了勋爵身边 来向老大麦克复命 简单地说了一下过程 并说一切都已经处理好了 其实他是把那个掉下楼的年轻人尸体 藏在了自己冰箱里 晚上无赖记者查理就找上了老雷 拿出照片敲诈两千万 虽然老雷明确地回答 这是不可能的 查理还是给了他72小时的考虑时间 之前那些破坏麦克种植基地 嘻哈少年们的教练 知道他们闯了大火 带着唆使他们家伙 找到老雷道歉 希望不要伤害那些孩子 没想到 这个家伙为了逃命 却慌不择路丢了命 但是老雷已经认出 这个人是千岩的手下 麦克解决问题 向来是从根源下手 直接找到了千岩的老大 提前让人在他的茶里下毒 搞得他狼狈不堪 并且警告 24小时内不做出处理 他会再来 老大找到了千岩 一顿训斥 此时的千岩 已经根本不把这个老大放在眼里 就连老大的贴身保镖 都已经是他的人 举枪干掉了老大 餐厅中的麦克正在与妻子通着电话 一声枪响 雪花四行 幸亏老雷及时赶到 倒下的是枪手 同时麦克在电话里知道 千岩找上了妻子 与老雷二人 火速往回赶去 麦克的妻子也不是好惹的 拿出纯金打造小手枪 连续在两个人的眉心 爆出了小红花 无奈子弹只有两发 就在这危机时刻 麦克赶到 一枪干掉了千岩 这会儿麦克是彻底的被惹怒了 他带人找到了富豪 先给他看了千面冰雕尸体 富豪说不认识 马上又给他看了一段 与千面在一起的视频 麦克对富豪严肃的说 他不会为了钱而翻脸 但是现在有人动了他的妻子 一赔偿他所有的损失 三亿 二 自己割掉一磅肉 少一点都不可以 说完 让手下把他关在冷冻车里 无赖记者查理 来找老雷拿钱 他却不知道 自己藏起来的备份资料 已经被教练全部找到 原来上次来老雷家时 就已经给他的鞋子装上了跟踪器 查理知道 失去了备份资料的保护 自己将是什么下场 说出了老雷他们之前误杀的青年的父亲 是俄黑手党 而他已经把事情的真相 卖给了对方 此刻 他们已经去找麦克 老雷急忙给麦克发消息 告诉他不要上车 却为时已晚 就当麦克以为自己在前难逃时 嘻哈少年们竟然突然出现 朝着车就是一顿扫射 这些穷孩子他们的教练 正在想方设法地摆平这件事 他们却又想到 直接干掉麦克 不让自己的教练那么苦恼 无意中又救了麦克一命 老麦克的退休之路是无比曲折 但是付出七分的拼搏努力 三分天注定 自然到来 当然 老雷也功不可没 老雷也功不可没